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可中计的 办成了给商队赚钱 办砸了正好找个机会惩罚什么的 人家说的没错 你堂堂一个郎主 何必为难一个利人 你也说他是个利人 哪有个利人听天跟郎主挑心的 他只是为了他娘的遗物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软了 你没有觉得吗 他就像初入梨龙洞的你 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懂 就凭着最初那份执着可以不惜一切 所以头破血流 你跟我一样 都是从那个鬼谷爬出来的人 你应该知道那个血珠 意味着什么 我是让你跟张郎君说 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 又是否见过崔定 没有见过崔定 没有见过崔定 还辞你怎么了 我可以瞎传了 那你是不是去 卖那个废料 眼下只能试着 做废料的生意 不过 我还不知道 要如何拿到这个废料 已经十八了 草料肯定有烙了 他有不少好处 他不会那么容易便宜我们的吧 那曹大上头那个庞聪氏呢 他是打理售卖的 他能做主吧 他跟曹大一伙的 不太可信 而且咱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见得相信我嘛 还有一个人 是真的为上队考虑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 那个 阿子 我憋不住他 谢谢 李沧丽人端午 求见魏斯快 有事去找曹大 此事有麻生吞 你这是剑月上报 会被惩署 若说魏司快落泪笔账 待听我说完 任凭处置 进来 见过魏司快 说 什么账 魏司快 这是商队的废料 曹达现在已 一斤十八文钱埋出 但魏司快 你看 这些废料里 若是把有用的材质全部取出 再精细研磨 如此一来 可以卖到生药铺子 可以做成药材 这样每一单 还能够多准两文 每斤二十文 没错 二十文 一百斤不过是两千文钱 这点钱连商队底层 奴隶一天的伙食钱都不够 你来和我算这笔价 可是仅是我们商队的 珠宝本就多 那废料也会变得多 魏司快 我观察过 狼主的手笔 一次进出货 有两百多斤的废料 我就保守估计 二十文钱一斤 我们有四千文钱了 我在商队半月有余 来回出货已不下三次 那就是一万二千文钱 魏司快你算 一月三次 那一年就是三十六次 三十六次 我们应该会有十四万四千文钱 商队能有三十次进出货 是没有问题 此番商队从西域到南海 途经各地码头 狼主都会采买货售出主吧 狼主此番举办了珍珠会 我们商队的名声已经大造 如此一来 定会有大祸 你很聪明 你是想说在我魏燕的眼皮子底下 我竟放过了这样一笔钱 才而不自知 不敢 但我不是这个意思 从魏司快这里过的账 全部都是大账 这些废料 只有我们这些底仓丽人才能知道 日日相伴 就算是一年 只多近十四万钱 那既少成多 今年累月 也不是一个小的账 您说是吧 你告诉我这些事项如何 端午想求魏司快 让我去卖费料 魏司快 还想卖费料 你们聊 走 走走走 庞从事 底仓令人端午 见过庞从事 郎主已经允许我 靠岸之时可以下船卖废料 之后 有劳了庞从事 这样啊 没问题 反正都是废料嘛 我记得之前 这个曹大是以美金十八万处理的 你既是魏司快关照 那就十六万了 给你一个开张便利 多谢庞从事 不过 毕竟都是废料 来来去去的很麻烦 最好还是一次性清空 一次性清空 对 这次有多少 还有两百斤吧 好 好 这些真能挣钱吗 端午你说 药侠不会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去试试 这有足足两百斤呢 若是真的能卖出去 是一笔不小的钱 端午 你可真厉害 才来没多久 就可以下船 还可以兴来废料 这些以前 可都是曹大姐能做的事呢 我阿子当然厉害了 等到时候我阿子抓着大钱 宰哥 给你买一大堆腊肉 还有炙嫂子的药 阿虎阿子 到时候给你买二十套鱼鱼 二十 阿修阿姐 到时候给你买香的珠宝的那种鞋 真的鞋吗 大财的 我怪舌 八财 什么财呀 大老远的就听你们几个在这吵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们这底丧还有没有规矩 老五 不错呀 听说 要去卖废料了 草头 我知道 此前这些废料都是草头在卖 有劳草头 这一次我带您去 自然 这麦子钱 想多了 我可没这么说 是你想多了 不过你说的那个钱 时候也不早了 早点睡觉到 多谢曹董 下 这个贪财的家伙 这个咋干净点 二十五文钱一斤是吗 二十三文 如发 这样吧 二十四文钱一斤 多多少的 全给您 小娘子也不容易 行 二十四万 要货 好的 好的 这个橙色不错 好 好 吴掌柜 总共是二百零二斤 多出二斤 那算小娘子送过的 拿走 拿走 好 那后面先货 好嘞 车 车我一会儿来取啊 哎 小娘子 您看 这是 这是飞钱 飞钱 这是这样 任何一个铺里的账上 账房呢 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钱 来 往这走两步 借势钱庄 拿着 拿着 飞钱到那去对 好 多谢吴掌柜 好好 开口 快 开口 多谢 开口 来 花伞 各个花伞 娘子来看一看呀 这花伞 各种颜色都有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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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面五季声药铺开的 那不可能是假的 您再好好看看 你看这印章 一看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假的 我管你从哪儿来的 跑我这儿骗钱来了 不是 不是 滚 我去问问 我去问问 滚 真是 吴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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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掌柜在里面会议客 小梁子有什么事吗 我找吴掌柜 你这 我找吴掌柜 你这 我找吴掌柜 现在让我去通报一声啊 那你快去 那你快去 问吴 你怎么在这儿 涛涛 我找那个吴掌柜 找吴掌柜 这就是吴掌柜 这就是吴掌柜 不是这个吴掌柜 不是这个吴掌柜 就这一个吴掌柜 我与吴掌柜是旧事 接着下午 来与他叙叙旧 那对了 你不是出来卖货吗 你的货呢 不会都卖了吧 不是这个吴掌柜 有一个吴掌柜 他跟我说 他 他跟我说 给我一张飞票 让我去前面的钱柜 去换 换现钱 我把货都给他了 他已经全部拿走了 那不是这个吴掌柜 你等等 你等等 你说的是吴阿翔 他之前是给我送过货 他已经赌钱 起了一屁股债 已经很久没来送货了 怎么回事啊 今日铺里缺一批珠宝料 吴阿翔说他有货 是我的 是 我 是我的货 他说有货 便带来送货了 这已经盘了货 也结了款啊 这钱已经给吴阿翔了 这 喂 等一下 你带我去找吴阿翔 等一下 你是说 你把货给丢了 那可不是你的货 是商队的货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商队攒着二百零二斤的废料 要多久吗 如果这件事交给我办 我很快就能办成 但是 你一次人 你怎么知道二百零二斤 曹大你怎么知道 是二百零二斤活 不是 哪儿都说废话 你丢了货就要受罚 我带走 曹大 曹大 你为什么知道二百零二斤活 你先害我 曹大 快小独 走 尽管 跟三百零二斤活 有点 我要做外公 我能拍我的那些 蝼蚁只配任人宰割 狼主 可否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还要不死心呢 小狼主给我一次机会 若是你做不到呢 若我办不到 任兵处置 好 明日 有时之前 先我拿回来吧 来 来 郭阿湘我绑在三千元了 是不是需要给你带回来 你之前说的 我说话比你算数 我不过也就是个小小的利人 最后在这船上 还需要草头多多照顾 慢点 慢点 开脚去吗 让利人伤害 好好好 荒 你知晓得船上有多少利人 全都伤害 狼主非要了我的命 船上利人七十八人 分三班伦霄 伦霄时候见名伤害 不为监督 狼主仁慈 让利人们吃得好住得好 利人们流落在外 无户旗无法生存 又为何不回 你倒是私利周遵 硬不硬就看你了 不过我可提醒你 楚心积律爬得入京 别被一个吴阿祥扮了脚 你走 走 阿姨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康国呀 我们要先走水路 再走陆路 还早着呢 那阿娘 我们什么时候回扬州 要到十月吧 那我们回去 妹妹是不是都长大了 对呀 那我们以后去哪里都能带上她了 那当然了 以后我们去哪儿都带着妹妹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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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